首相慕尤丁昨天终于端出了他的内阁名单 那虽然破天荒没有委任副首相职位 但整个内阁成员却相对多了 那新闻政府垮台前有27名的部长 以及27名的副部长总共54人 但慕尤丁的新政府整个团队啊有高达70人 正副部长人数增加了16人 那至于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部长副部长呢 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 慕尤丁这个依靠各党支持才能勉强从西蒙手中拿过来的政权 那必须尽量用官职绑着一些议员 避免有人半途半途呢又转码头 所以为了稳住这条船 作为船长的慕尤丁必须尽可能绑住越多议员越好 那也因为这样呢 从这份内阁名单中也可以看到 东马的政党跟议员似乎成了最大的赢家 前朝的西蒙政府有四个东马部长跟三个副部长 但是慕尤丁的内阁呢 有整整六个东马部长跟十一个副部长 足足是多了一倍多 而东马只给他贡献了二十几个议员而已 那另外自由监日大马的一篇评论也指出 让副首相玄空呢 是慕尤丁在国盟这个各怀鬼胎的阵营里 平衡各党势力的这个策略 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避免掉顺德哥来施扫义的局面 不会因为违约了来自巫统的议员 又让土团党自驾的议员不高兴 而同时也可以支衡其他政党对自己构成的威胁 而对于慕尤丁这一个被誉为是权力共享的内阁名单 看在西蒙领袖的眼里啊 却被业余是一份分蛋糕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的内阁名单 西蒙政府倒台后所展开的巡回演讲 昨天晚上来到首都吉隆坡 虽然看到土团党的标志在会场出现 却不见任何代表出席 对于首相慕尤丁宣布的国民联盟内阁阵容 西蒙领袖自然也免不了被记者追问他们的看法 这是一位冲冲冲冲 从一位国民党的国民联盟 除了法米抨击 新内阁阵容过于臃肿 前职下去部长卡丽莎莫 也在自己的面子书上贴文抨击 由70人组成的国民联盟内阁 其实只是一个人人都有份的阵容 他表示这样的内阁阵容 纯粹就是为了讨好联盟里的其他政党 另外前副手下汪阿兹沙 也同样对新内阁不抱有很大期望 汪洁今早在接受彭博社访问时投入 新内阁其实只是新品装旧旧 汪洁认为内阁成员除了有许多部长为国 大部分来自巫统的成员还曾经涉及一马公司宠闻 那虽然西蒙的人认为 慕尤丁的这个内阁是一个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的内阁 为的就是要安抚各党的需求 让每个党都有足够的固打 享有政权资源 但也有分析认为 那表面上看来是人人有份 但实际上慕尤丁的这份名单 其实内藏玄机 充斥着计算 当今大马的一篇评论就指出 慕尤丁并没有让巫统跟一党 在内阁里头占有太大比例跟重要的职位 相反的却借助政治圈外人跟技术官僚 直接掌握像财政部长这样的要职 而这是为了要确保 他依然可以牢控大权 掌握丰厚的资源 并希望借此牵制各党派的势力 那就是前天 前首相马哈迪就已经说过 说慕尤丁跟巫医合作 一开始就让他自己处于骑虎南下的局面 骑在老虎背上 无论再危险都得好好驾驭他 避免被老虎甩下之后 要不然他只会落得被吃掉的下场 那因此慕尤丁现在就必须要布好局 动用他首相的权利 至少到下届大选之前 稳住自己的政权 不让其他阵营有司机而动的机会 那当今大马的分析指出 财政部长扎夫鲁不是政治人物 没有政党的约束 而这意味着扎夫鲁将会直接听命于首相 不受政党影响 同时慕尤丁也废除了西蒙政府时期的经济部长职 把职务转到了首相署 由穆斯达法出任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那这也意味着 穆斯达法将会直接听命于慕尤丁的指挥 那除了牢控经济大权之外 慕尤丁所属的团结党还控制了几个重要的部长职 比如说内政部长跟教育部长 另外分析也认为 慕尤丁不仅仅是抑制着同一个阵营竞争者的势力 他还设法排除巫统主席阿末扎西 还有其他派系的影响力 比如说阿末扎西他没有入阁 而其他的派系 比如说像西山慕丁 则被派去担任外交部长 那西山慕丁呢 也是配合阿兹敏密谋 在推翻西蒙政府的过程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之前他就穿针引线 组织巫统议员支持马哈迪 甚至暗地行事 而没有知会巫统主席阿末扎西 但现在他被委任外交部长 那这意味着西山慕丁必须要常常跑国外 因此也限制了他在本地政坛活动的时间 而促成这一次变天换政权的 另外一名德利门将阿兹敏 从经济部长转任国际贸易级工业部长 就被认为说其实是被降格 为的就是要抑制阿兹敏的影响力 那至于伊党 他们最渴望得到的职务 或许是掌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然而慕尤丁却把这个职位 给了另外一个政治圈外人 让原任联邦直辖区宗教司祖吉菲里 通过被委任为上议员而出任这个职位 而伊党的阿末玛祖克呢 也只能够担任祖吉菲里的副手而已 祖吉菲里以开明著称 那分析就指 这明显的是要排除伊党 在宗教事务方面的影响力 慕尤丁这样的排阵 是不是能够因此让他掌控大局 从而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 甚至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呢 那他的国盟盟友们 又会不会任由他摆布啊 这除了是慕尤丁接下来 必须面对的挑战之外 也是另外一个版本权力的开始 《权力的势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